凡夫的夫妻是方便器 行者将方便器引入中脉 成为智慧器 而中脉是假想的脉 那么智慧器究竟是有形的空气 还是无形的气 心器合一的器是智慧器吗 请师尊为弟子解惑 谢谢师尊 这也是麻吉问的 他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 凡夫的夫妻是方便器 方便器是没有进入中脉的器 就叫方便器 进入中脉的器就叫智慧器 那么他问的问题是这样子 中脉是假想脉 假想脉 是你想出来的 那么智慧器究竟是有形的空气 还是无形的气呢 心器合一的气是智慧器吗 他这个问题也是问得很好 是假想的脉 但是我们要假想怎么样子呢 要把自己的身体整个空掉 剩下的三个脉 一个是左脉 右脉 左脉 跟中脉 那么这三个 在这个下丹田的地方 是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中脉本身呢 一直到顶 顶峭 下呢 一直到海底轮 中脉 那是观想出来的 没有错 但是观想出来的 你就要当成真的 当你吸入方便气的时候 经过左右脉 到下丹田 然后避息的时候 你就是住气 住气的时候 你要观想 那两个气 进入中脉 那就变成了 知会气 进入中脉 就变成知会气 但是一定要这样子想 所以观想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知道 观想当然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将来一定会变成真的 等你练习了 非常的纯熟 那时候啊 所有的气都变成真气 进入你的中脉 就变成真气 最初的时候是假的 后来就变成真的 像我们 我们也是这样子讲 所谓佛法 所谓道法 就是借假修真 借我们这个人的身体 去修之自然的真 出来 叫做借假修真 那么所谓的中脉 左脉 右脉 本来都是假 但是你以气 进气 到最后 到最后就变成真 所以到最后 中脉也是真 左脉 右脉也是真 这个七万 两千脉 或者七 七万两千脉 全部都是真 有这样子的讲 就是这样子的 这是跟你回答的 究竟是有形的空气 其实空气 其实是有形的 只是大家看了 好像是无形的 你知道很多都是要借气的 飞机起飞 像那个 我们的西雅图的空姐 露西 常常讲 怎么那么一大块的铁 怎么能够飞行在空中 靠着喷射的力量 在推行它前进 那么大的铁 为什么不掉下来 飞在空中 不是因为它的推进气 因为它还有空气在里面 空气拖住它的 空气你看不到 它是无形的空气 也是有形的空气 像我们中国的 武侠小说里面 所写到的 练气 气功 气功 什么隔山打牛 隔一个山 能够打死一只牛 那是气功 气功有形还是无形 无形 你打出去无形 啪啪啪 屁功掌 武侠小说写的也是很厉害 降龙十八掌 另外还有一阳子 一阳子 降龙十八掌 还有点靴 另外还有蛤蛤公 蛤蛤蛤公 它是吸气的 吸进来变成一只蛤蛤 然后再吐气 那个气还可以伤人 那就是气功 很多主师爷也是练气势 很多主师爷都是练气势 虽然是无形的气 也练成有形的气 什么东西都是靠气 你看随便 我告诉你 那个随便什么都是靠气的 真的 我们那个蒸气锅 靠的就是气啊 蒸气锅靠的就是气啊 还有很多的 很多数不清的 很多东西都是靠着气的 你说它是无形 是无形 说它是有形 它又有东西 其实我们常常讲 人啊 争一口气 佛争一住相 这个一袭不来 你就叮叮了 你不相信啊 你把自己的鼻子捏住 对不对 是麻吉问的 你把自己的鼻子捏住 看气是有形还是无形 你不吸它 你这个无形的气 你不吸它 你也 你也 渐渐 无小渐 你会叮叮的 随便一个 一个塑胶袋子 把你的脸套住 把你身体绑住 用一个塑胶袋 把你盖住 绑住 让气不进去 你一下子 你就头一歪 你就死了 你看吧 是无形的气 也是有形的气 这样回答 你应该满意了 不满意 你试看看 对啊 你看不到啊 无形的啊 确实有啊 不然你不呼吸看看 一箱的 渐渐 不小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